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跑車是不是很可愛 今天我們的小跑車 其實除了底座之外 我們的胡蘿蔔本身 還有小兔子本身 都是用黏土去捏的 看到黏土知道我們的黏土達人 元祺老師要來了 歡迎老師 嗨 各位小朋友好 我是元祺老師 我今天要叫小朋友做的 一件作品是非常可愛 又可以動的 老師現在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材料 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材料就是 有壓克力顏料 還有白膠 還有這個滑板車 這個滑板車 我們在一般的十元商店 或者是說賣學生用品的地方 都是可以買得到的 還有就是我們24號的鐵絲 這是我們的超級黏土 再來就是我們這些 做超級黏土必備的一些工具 像這個白棒 剪刀 還有這個花筆 還有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腮紅 就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左手來做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用 比較特別的就是這個滑板車 那這個滑板車 我們要先上一下白膠 那怎麼上 那小朋友看 你看清楚 好 這個白膠 我們不要用那個水乳膠 水乳膠 因為我們這後面是滑的 這水乳膠是沒有辦法黏得住的 好 然後這個白膠 我們必須要上的比較多一點 好 從這個邊緣 好 邊緣開始先上 因為我們等一下 我們土是要包在這裡的 所以這個邊緣一定要上到 好 再來這裡 這個上這裡的時候 中間你沒有上到很多沒有關係 就大概帶過 可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一定要上得很輕很多 這個地方 它才不會乾的時候 它會裂開 好 大概我們就上這樣子 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一定要上到 好 那我們就先放旁邊 那手會有白膠對不對 那我們就先用我們的布 大概擦一下 不然你的手都有白膠的話 等一下我們去摸黏土的時候 你會整個手都是黏土 好 再來我用橘色的 那可以用白色的嗎 也可以喔 用白色的就是變成是白蘿蔔 白胡蘿蔔也可以啊 好 那我們就先行土 那這個土有個訣竅就是 我們在包這個 包的 不管是你包 保綠龍或者是包裡面有一個胚土的 我們的土盡量不要太濕 然後太濕它就會太軟 然後它容易垮下來 所以這個土你大概就是把它曬一下 那你在捏的時候 你感覺到你的手不是那麼的黏的 那就可以了 好 我們先行土 然後把 稠稠的往裡面 就這樣撥 好 那你這裡的話 是盡量不要讓我泡泡 好 那你看我都把稠的是往裡面塞 好 這樣子之後 好 好 我們就把它搓成一個叫 就是胡蘿蔔的形狀 就是這樣的形狀 胖胖的 這裡一定要寬 好 那之後你比一下 這樣比 一樣長是不行的 你要再高一點 再更長一點 對 好 好 這樣子比 那長一點點 好 差不多 差不多不到一公分 好 之後 醜的 放下面 因為下面我們看不到 好 壓一下 好 那這裡等一下我們會把它往裡面 往下面塞 所以這裡不要去管它 好 放過來 漂亮的 放下面 好 因為我們這裡是要包到這裡來 我們的滑板車是要這樣包的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所以醜的是在這一面 好 用大母哥 好 壓下去 這手要凹的 好 那我們就把滑板車要包下來 好 你看我這裡是弄一個凹凹的 對不對 一個凹槽 好 好 這樣子 拿這樣子 不是平的 是要拿有點像斜的 好 往上面這樣子 大概用力一下塞進去 好 好 這樣之後呢 好 我們的手大概弄一下水 好 這裡抹一下水 好 用這個地方 用這一塊肉 這一塊肉 好 這樣塞 有沒有 你看我是這樣撥 把它撥到 滑板車這個滑面的這個地方 所以我剛才在上白膠 這個地方一定要上到的意思 好 好 好 那我們這樣子都包到了 把它放過來 好 用兩隻手 我們這個手掌的地方 這樣搓一下 好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抹一點點的水 不要太多 好 我們把它往下面塞 所以我們就不會看到醜的那一面 好 那我們這樣子 初步 包好就是這樣子 包好就是這樣子 好 再來呢 我們就要來挖這個洞了 那挖這個洞的時候 就比較有一點困難度一點點 好 那你自己就要目測 目測說 你的小白兔要坐在哪裡 位置在哪裡 好 那我想兔子就坐在這個地方 好 好 用大母哥 先壓出一個雏形出來 不要太大一個洞 好 好你看我們就挖這樣的雏形出來 還沒有好 挖好之後 好 好 我用食指 往上翹 把它挑起來 好再來前面也一樣 往上挑起來 好挑起來之後 然後我用我的食指 我用我的食指跟拇指 把它拉上來 就變成我不用再貼一塊土上去 我是直接把它拉高 把邊緣拉高 我就不要再貼一塊土上去 所以這樣子你的洞就不會越來越大 好我把它拉高 好我用側面喔 我側面看的會比較清楚 好這樣側面看 有沒有 我這裡變很深 但是我的洞沒有比較大 但是你看我這裡面很深 所以我把它拉高起來 好 那之後旁邊可能就有點變形對不對 我們用一點水 再把它整理一下 好 整理好之後 我就用這個平刀 畫胡蘿蔔的紋路 好 那你不要畫的太多 好 大概就 畫這樣子就夠了 我們不用畫太多 好 再來 因為它有葉子嘛對不對 好 這葉子的地方 我們要用葉子的地方 這個頭的地方 好 用工具把它挖這樣一個洞 好 就這樣挖一個洞 好 這樣一個洞 好 就放著 好 我們先放著 那我們現在就來先做 方向盤 有沒有 我們車子都有方向盤 好 那方向盤呢 我們一定要先 我是用一個鐵絲先固定著 牙籤也可以 對牙籤太大了 太粗 我們用鐵絲 24號鐵絲會比較適合 不用太粗 好 那我先把它 好 插在這裡 好 我們先插這樣子 好 先把它放著 好 先把它放著 好 好 藍色 那我再加一點點的白色 好 你方向盤不要做得太大 小小的就好了 一絲一絲帶過就好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沒有到距離很大 所以你不用做得太大 好 做一個水滴 這樣的水滴 胖胖的水滴 好 這樣子之後呢 好 我們用大母哥跟石子 把方向盤捏出來 好 就這樣就夠了 這樣的大小就夠了 好 好 那我們把 這後面呢 把它剪掉 然後我們上一點白膠 上在這裡 不要上在這邊喔 上在鐵絲這邊 好 馬上穿進去 好 這樣就好了 好 我們的方向盤 好 這樣小小的就好了 不要太多 好 再來我們就來做兔子 好 兔子的身體一樣 不要太大 因為我們這個位子真的不大 千萬我們都是做小小的 這樣比較可愛 好 做好的時候比一下 你看我這樣子有點太大了 所以它真的很小喔 不要太做的太大 好 它身體就這麼小而已 那它土還是濕的 基本上我就不會再上白膠 其實我們在做這個黏土的作品 其實最好就是 白膠盡量不用上太多 作品才會乾淨 所以做作品 通常我都會跟小朋友講 你要跟黏土搶時間 所以盡量動作快一點 就不要上太多的白膠 好 然後我身體做好的時候 那我一定要讓它有一個 支撐不然你頭會斷掉 會歪來歪去的 所以我就會用24號的鐵絲 像這麼小我都用鐵絲 如果是大作品就用牙籤 因為牙籤它的直徑會比較粗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用太粗 好 那你這盒比一下 那我會讓它長一點 就是會跟車子 跟這個胡蘿蔔呢 插在一起 這樣子的話 穩定性會比較高 好 這樣子就夠了 我們這樣子讓它出來一點就夠了 因為我們的頭也不是很大 你留的太高的話會穿腦袋 好 然後再來我們做頭 我大概我都會習慣性隨便搓一下 比一下這個比例 好 那我這樣這頭有點大了 現在就不用太大 搓圓 然後一二兩下就變成橢圓 一二兩下就好 不要到三喔 三你的頭就會太過於橫的發展 這樣不好看 不可愛 好 然後呢 我們這裡 把它上一下白膠 好 找漂亮那一面當正面 好 沈進去 那你的頭呢 你想要讓它斜一邊 或是正的都可以 在這個時候你就要把它 把它喬好 好 那我是覺得這樣說可以 好 再來我就會把尾巴先做起來 頭上去我們大概就會知道 你的尾巴大概要多大 好 好 這樣小小的一顆就可以了 好 把它丟下去 好 然後再用工具把它壓下去 好 再來 我們現在做它的耳朵 耳朵不要太大 因為它小小的就可以了 兩個一起做 那這樣子大小你就會不會誤差太大 好 從後腦勺這邊上白膠 小東西我們就在大面積上上白膠 好 我們耳朵這樣子就做好了 再來我們就做手 好 手呢 你就可以先在兩側 就肩膀的地方 先上好白膠 一點點就夠了 好 再把手 好 手呢一樣 就是水滴 好 兩隻 好 一起上去 好 這個一起上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調動態 看你自己喜歡 兔子的手要怎麼擺 在這個時候你就把它調好 好 好 那這樣之後呢 我們兔子完成 那我們就要來做它的這個葉子 好 那這個葉子呢 胡蘿蔔的葉子 我是有用鐵絲 那你不用鐵絲也是可以的 因為它是會動 所以我是會用鐵絲的話 固定住 對 會比較好 來 四隻鐵絲 那你要做五隻也是可以 好 水滴 它很簡單 像水滴 好 壓 然後用這個刀子 那你隨便刻個痕跡就可以了 好 就這樣子 好 那鐵絲呢 我們就穿在中間 這個地方 我們有畫紋路的這個地方 好 穿上去 好 捏上來 把鐵絲包起來 好 這樣子呢 我們就做四個 那等乾了之後呢 我們才可以擦進去 那因為時間上的關係呢 我已經有做好了這四個 四片葉子 對 四片葉子 都是乾的 一定要乾的你才可以擦進去 不然它的葉子會垮掉 好 四個 那四隻呢 我們都把它排好 好 排得亂亂的就好 不要排得太整齊 亂亂的就可以了 好 我是從 這樣子把它轉起來 好 它是不是就合併了 好 那我們就沾 海膠 那就直接 好 插進去 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的這個賽車就完成了 那還有我們要上顏色 好 我們上一點點的顏色 會比較好看 那像這個呢 兔子我們的臉也是要等乾 那我們才可以上顏色 那時間上的關係 老師是有做好一個完全乾的 好 那我們這個先把它放旁邊 好 那我們先從眼睛開始來上 這邊其實要準備比較細的筆 因為眼睛其實是最難的 對 好 那這個 因為小朋友通常 只要畫眼睛都會非常的害怕 那圓潔老師教你一個很簡單 好 這個筆的後面 是不是有個尖尖的對不對 好 那 你就可以用這個 好 藉助工具去上眼睛 對 那你要上多大都可以 大家要記得等到黏土完全乾 現在我們再來做上色的這個步驟 好 那我們這樣子眼睛呢 就基本上 我們這樣上好對不對 我們再把它修一下 因為我們這樣上 它當然不會到說非常的 兩邊都是你想要的那個眼神 所以我們就會藉助這個筆 再把它修一下 好 那我們眼睛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等眼睛等乾一點 因為黑色等乾一點之後 我們再來把它點上白色的 那它是橘色的 那我就會用橘色的顏料 大概把它帶一下 不用到全上 我們就大概刷一下就好 刷一下胡蘿蔔 讓它比較有一些光澤感 對 那所以等一下呢 兩種橘色你把它上在我們的黏土上面 出現的車車呢 你看它其實並不是只有一種顏色的橘 它甚至橘有一點帶紅色 有沒有 有一點紅色 所以為了讓我們的作品更生動 更精緻 老師準備兩種不同顏色的橘色 來上我們這一部突突車 有沒有 我覺得好可愛喔 因為老師每次都會在 它的巧思都是在一些細節上面 就是你可能完成了作品 你上一層保護器就結束了 可是元祺老師他都會在用顏色 在讓我們的作品本身更加的生動 比方說我們上面如果再上一層 一點點透紅色 一點點橘色 淺橘色去交錯這台車車 整個車車看起來就會更加的逼真 真的好像一根胡蘿蔔 葉子的部分也是刷一點點白色 在尾巴的地方有沒有 這都是老師的小細節 但是細節越是做到位 我們的作品就會更加的加分 好 然後我們現在呢 因為它是底色 它是橘色 我們不需要把它整個都蓋住喔 我們大概就這樣刷一下就好 大概的刷 對 大概刷一下就好了 不要刷太多 你太多的話你就變成 把你的底都蓋住了 好 然後再一支乾的筆 再把它刷回來 大概就蓋一下就好 所以這個其實上色這個是局部的 其實你動作就要很快喔 然後在這個時候 我就把亮點一起把它帶出來 你看喔 我並沒有說整個 裙部胡蘿蔔都上色喔 我就是局部把它帶一下就好了 好 然後黃色 胡蘿蔔應該會有的顏色 比方說點咖啡比較偏橘 或者是偏紅或者是偏黃 這幾個顏色都是胡蘿蔔 上面你會出現的顏色 所以其實我們每一種顏色都刷一點 不要全部都塗同一種顏色 我們稍微用筆刷去把它暈開 不同的顏色其實在胡蘿蔔上面做著色 你就會出現的顏色其實有一些漸層的 不是說全部都是橘色的 全部都是紅色的 這樣就不好看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真實胡蘿蔔的樣子去刷色 都是一點一點一點去堆積 好 我們這樣胡蘿蔔 原期老師大概就上這樣子 然後我們大概把它上一點亮點 這樣子亮點 提亮一下白色的 然後白色在這裡再上一點 好 然後我們再來就是 我們剛才眼睛對不對 我們眼睛沒有上到白 好 那因為眼睛我們要等乾 顏料等乾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來點 眼珠子 然後最後一點就是 我有點畫龍點睛的感覺 但是這個小地方你不畫 你會覺得說 其實好像少了一點什麼 但是通常小朋友都會忽略了這一點 好 我們剛才不是有壓了這個紋路嗎 我們用咖啡色喔 再把它提點一下 喔 再加深一點 對 好 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但是呢 你也不用到每一根你都去畫它 好 一點點就好了 就是不用每一個紋路都要 再上一層咖啡色 不用 好 這樣之後呢 好 我們最終 最後面再把腮紅上上去 其實這是加分的 好 上一點點就好了 好 再兩個腮幫子的地方 好 把它上一點 好 耳朵呢 你也可以刷一下 好 這樣子你看 我們的兔子就完成了 那等乾之後 完全乾 我們再把它上一下保護劑 讓它呢 就是有一點防水的效果 然後你也可以把顏色整個提上來 好 這就是今天元祺老師 教大家手把手做出那麼一個可愛的 兔兔飛車 然後還可以坐著胡蘿蔔的小跑車 我覺得好可愛喔 那大家也可以學老師在家坐一坐 我們謝謝元祺老師 那多多快樂學堂下回再見啦 大家拜拜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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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